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讲师金玉峰,我们本节课呢,来探讨C++常见问题当中的虚函数。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通过实例呢,来讲解为什么需要虚函数。 如果我们不使用虚函数的时候呢,会带来什么问题。 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虚函数,虚函数呢,它是动态连编的基础,它是成员函数,而且呢,是非静态的成员函数。 虚函数在派生类当中,可能有不同的实现。 当使用这个成员函数操作指针,或者说是引用所标示的对象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这个成员函数的调用,采用动态连编的方式。 也就是说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呢,进行关联,或者说是竖定调用关系。 动态连编,它只能够通过指针,或者是引用标示对象,来操作虚函数。 如果采用一般的标示对象,来操作虚函数的话呢,就将采用静态连编的方式来调用虚函数。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通过我们实例呢,来看一下没有使用虚函数所带来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来引用图文件,IncludeLstream,UsingNamesBase,Std,明明后件,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G类,Base的定义, classBase,然后类里面呢,我们定义一个public型的成员函数,void,disp,在这个函数当中呢,我们直接这个cout什么呢,cout,hello,helloBase, cout,helloBase,我们就这个n的l,这是G类,Base当中的普通成员函数,它是一个普通成员函数,并没有把它定义成虚函数。 OK,这是Base类,然后呢,我们让它派生一个child类,classchild1,公有继承于我们的Base。 呃,派生,呃,这个派生类child1呢,它是从这个派,呃,从我们的Base1,呃,从我们Base类当中派生而来。 在这个类当中呢,我们首先定义这个公有的呃,成员函数,void,disp,这里面呢,我们就这个cout什么呢? hello,hello,x2.1,hello,x2.1,n的l,这是什么呢?派生类child1当中定义的这个disp函数,呃,将我们的Base类当中定义的disp函数隐藏了,注视一下。 看,派生类child1当中定义的什么呢?disp函数,将Base类中定义的disp函数, 隐藏,呃,它是起一个隐藏关系,这与我们,呃,就是隐藏的课程呢,已经讲过的隐藏的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这块不再熬出隐藏,这是把它隐藏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child2,classchild2,它也是这个公有继承于我们的Base,公有继承于Base。 在这个类当中呢,我们也是一样,public型的呃,这个成员变量什么呢?呃,成员函数,void,disp,它也是把我们,呃,就是同样呢,就是跟我们的child1一样。 它的disp呢,它的disp呢,把G类当中,Base类当中的这个disp函数呢,给隐藏掉了,就是个cout,cout, hello,child2,under2,这是child2。 接下来呢,我们,来定义一个,呃,就是,display函数,呃,定义一个display函数,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普通函数,void,display,但是呢,它的参数呢,是以我们,呃,Base类的指针为参数的。 Base指针,pb,调用,pb的disp函数,OK,它其实起的一个这个输出,呃,作用。呃,这是我们,呃,关于它的这个类和派生类的这个,呃,编写。 然后呢,我们在,呃,主环柱当中呢,我们来,呃,进行他们的这个应用。首先呢,我们是创建一个G类的指针,PBase。 Base星,呃,PBase等于什么呢,初出化为,nana,然后呢,呃,定义一个object,呃,创建一个object的对象,呃,Base的object对象。呃,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对象, 对象名,来调用disp函数。通过对象名调用disp函数。 通过对象名调用disp函数。然后呢,通过指针,调用disp函数。 通过指针调用disp函数。 通过指针调用disp函数。OK,呃,这是定义一个这个Base。 然后呢,我们,呃,再来,呃,定义我们的,哦,不对。首先,呃,这个,在调用disp函数之前呢,我们需要,呃,通过我们的,使用我们的obj,呃,Base,来为我们的pBase来复制。 pBase呢,它等于,取地址,obj,Base,复制之后呢,再通过它来调用我们的disp函数。 接下来我们再来,呃,定义这个x2的1的这个,呃,指针对象。 x2的1,类的指针对象是什么呢? 星Px2的1。 初实化为那了,呃,也是一样,定义obj的x2的1。 ok,定义了,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也是一样,来, 输出,呃,创建我们的这个,呃,x2的px2的1,呃,类指针之后呢。 我们首先呢,通过,x2的1,类的对象,降用disp函数。 然后呢,我们通过类对象呢,来初实化它的指针,等于obj,x2的1。 再通过,px2的1,调用它的Display函数。 这是x2的1。 然后呢,我们来看x2的2,直接呢,把它这个复制粘贴过来。 x2的2。 我们把它呢,都更改为x2的2,1改为2。 ok。 最后呢,在这个完成之后,我们就使用objectx1的地址为pbase复制。 使用objectx1的地址,为什么呢?为这个pbase复制。 ok,我们看一下如何复制。 让这个pbase呢,等于什么呢? obj,x2的1。 复制之后呢,我们调用这个pbase的这个什么呢? Display函数。 我们这是x2的1。 好的。 这是通过我们指针pbase来调用这个disp函数。 最后呢,我们就是说来调用我们这个display函数。 dispiktKub-OPJBES。 driftKub,dispKub-OEx2. dispKub-O Vertives. dispKub-O symptoms. 我们的生成错误 这个是无法从Chair的1转化为Chair的2 这块需要把Chair的1 这个1我们刚刚忘了给它更改 然后我们来继续生成 好的 生成成功之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它这个结果 首先是hellobase hellobase 我们来对比我们的 这个输出 对比它的输出顺序 OK 首先呢 我们是hellobase 调用base的disp 这是没问题的 在第二个呢 是hellobase 这也是没有问题了 第三个呢 这个Chair的1 通过这个Chair的1的对象 调用的disp helloChair的1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helloChair的1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用它这个指针来调用 chair的2 helloChair的2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从我们这一块开始 Chair的2下面 下面这些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Chair的1 复制给base之后呢 通过Base调用的disp 它仍然指的是helloBase 然后呢 通过这个disp函数 把我们的OBG Base OBGChair的1 OBGChair的2 都带进去 它的输出结果呢 也是Base 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 输出这个helloBase helloChair的1 helloChair的2 它们仍然输出的是helloChair helloBase 而不是helloChair的1 这说明什么呢 通过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函数 Base函数 Display函数 通过指针 访问对象成员的时候 具体要访问哪个对象 它只取决于这个指针的类型 只取决于这个指针的类型 而用什么对象 给这个指针复制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一块 它是用这个OBGChair的1 给我们的这个指针来复制 这个具体要访问哪个对象呢 它只取决于我们这个指针的类型 我们这个指针的类型是Base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调用的函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HelloBase 并不是 并与我们的这个对象 哪个对象给它复制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呢 我们如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是时候来引入我们的虚函数了 这块呢 我们没有虚函数 它定义和这个相关内容呢 我们也就是再来更改一下我们的这个虚函数 首先的话呢 我们在Base类里面有一个函数 VoidDisp函数 我们把它呢更改为Varsal Varsal加上一个Varsal万一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的这个结果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是HelloChart1 HelloChart1 它呢 输出的是我们这个 把我们的Chart1复制给Base 它输出的就是Chart1 然后呢 输出的是Base HelloChartBase HelloChart1 HelloChart2 这个呢 就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了 通过对象名和 前面这个通过对象名和本内指针进行的这个6个输出结果呢 没有变化 从我们这一块开始呢 就是HelloChart1 到我们三次Display 函数 调用 也根据这个输出对象的不同 有了不同的这个结果 从输出的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当通过指针调用这个Virtual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Virtual 修饰的虚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是通过指针来调用这个虚函数 具体调用哪个版本 不再取决于指针的类型 如果加上了个Virtual关键字的话呢 这个调用哪个版本就不再取决于我们指针的类型了 而是取决于指针所指的对象类型 而是取决于指针所指的对象类型 这样做的好处 有两点 首先第一点呢 是我们这个Display这样的函数呢 Display这样的函数 它只要是以G类指针为参数 就在我们这个代 前面代码当中呢 说如果只要以这个G类指针为参数的话呢 就可以将派生类对象的地址作为参数 根据参数对象类型的不同 执行的操作也不同 这正体现了什么呢 一种接口多种方法 就说是给它带进去参数不一样 它的输出结果就不一样 这个很方便 省去了这个重复定义同工能函数的麻烦 省去了重复定义同工能函数的麻烦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第二个好处是通过类型指针就能够处理所有派生类当中的情况 就相当于什么呢 现在的代码可以服务于未来要添加的类或者说是派生类 这个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 好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们虚函数的使用呢 在我们这一块的用途呢 是显然意见的 是显然意见的 好的 这是我们关于为什么要引入虚函数这块知识呢 来进行这个讲解的 进行讲解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作业 作业 定义一个积累 一个积累A吧 然后呢 其中 有虚函数 虚函数 可以实现 也可以 不实现 由 A类 派生出 B类 派生出B类 B类 重写 也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重写 A类的虚函数 也就是什么呢 覆盖 好的 这是我们关于为什么要引入这个虚函数这块知识点的这个讲解 关于我们这个虚函数的声明和定义呢 我们本节课呢 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和讲解 大家下去以后呢 对我们虚函数的声明和定义 自己做一个了解 这也说明是我们这个第二个作业吧 第一个 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什么呢 学习 虚函数的 声明 和定义 好的 这是我们这期课主要的内容 谢谢大家